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大国风云,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,今天是6月12日,今天手里有了更多的唐山烧烤店打人暴徒的资料,咱们继续扒皮唐山暴徒,分析这些暴徒嚣张的原因,以及分析他们背后有没有纵容黑社会的保护伞,有没有供权利人员的责任。 简单说两句前天暴徒打人的经过,唐山市路北区,一家烧烤店内,一个白背心的男流氓,从店外进入店内,跟结账的同伴,说了两句话,然后出门时,骚扰四人一桌的女时刻,对女人摸后背,被女时刻推开,然后,该男子就猛抽女人的耳光,于是,女时刻持桌上啤酒瓶还击,白背心男人掐女人脖子,并抬脚猛踹同桌,前来解救的其他女时刻。 这时听到屋内打架的,白背心男子的屋外团伙人员,也进入屋内对女时刻重任猛打,并有团伙人员举椅子猛砸,之后白背心男人,继续挥拳猛击,醉出女时刻的头部,男子更多团伙人员,冲入屋内将女时刻,拽着头发,拽到屋外,期间有暴徒拿啤酒瓶,摔砸女时刻头部,当女时刻接近晕倒,倒地一动不动,没有丝毫还手之力时,几名男暴徒,仍然继续用脚猛踹女时刻头部,以及殴打起来的 其他女人,整个过程三四分钟,暴徒施暴手段极其残忍,根本没把女时刻当人,也根本不在乎对方的死活,之后几名歹徒步行离开,昨天6月11日,陆北区公安多次发布警警通报,终于将9名暴徒一一抓获,昨天6月11日晚上23点,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,广阳分局发布微博通告称,根据省公安厅指定管辖,发生在唐山市陆北区某烧烤店的,寻衅滋事,暴力殴打他人案件, 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办理,我局将严格依法办案,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,假设陆北区当地存在公权力保护这些黑势力,指定管辖也就从程序上避免了黑恶公权力,对案件侦办的干扰破坏,唐山暴徒在烧烤店,骚扰并殴打女性事件,有种90年代下岗地区的混乱感觉,万万没想到会发生在扫黑除恶刚刚结束的2022年,在首都北京周边的唐山市,为什么? 为什么会分析陈记者、刘涛的案底?因为他们这群人在打人的时候,实在是过于训练有素了,这批打人者,平日里绝对不是良民,因为他们的经验过于丰富,心理素质极好,打架的时候,一拥而上,折叠凳、餐具、啤酒瓶细手拈来,直接殴打受害者的头部,极为残忍,显然是无视法律的老手。 骚扰并殴打女性事件的主犯陈记者,劣迹斑斑,浑身案底。 涉及2015年12月非法拘棄案,刑拘再逃,2017年交通肇事逃逸案,2018年被列为失信执行人,2019年涉及不当得利,2020年再次被列为失信执行人。 人渣程度堪比被正当防卫砍死的上海昆山龙哥,而主犯刘涛,更是能在2015年,犯下非法拘棄案后,逍遥法拜,期间,无证驾驶超速肇事,导致巴车连撞,2018年3月才被拘留,并因为当庭任罪轻判两年。 陈记者,南,1980年11月29日生,汉族,驻唐山市陆南区,唐山某洪水产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、经理、执行董事,唐山市某某风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监视,这几个打人者手法娴熟,嚣张无比,必然不是出犯,所以我才起心查了查他们的案底,一看还真是扫黑除恶的落网之鱼。 网络上有一个陆北寻控的账号,几年来发布的,都是唐山市陆北分局的寻控日常,里面有一起2015年12月13日的案情,110那些事,光明里派出所,抓获一名涉嫌非法拘禁的网上逃犯,看这里面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名字,是不是有熟悉的名字。 陈记者,刘涛,就是这次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的主犯,还有高捷,厚成量。 我们看一下刑事裁定书,刘涛以追讨所要抵押车辆的债务为由,把被害人商谋打到额骨凹陷,粉碎性骨折,脑组织错裂伤,持骨粉碎性骨折,并且非法拘禁。 就这样,商谋验伤只算是轻伤一级,这是吊诡之一,然后2015年底,刘涛就已经被派出所抓了,可是直到2018年3月21日,才被陆北分局刑拘,这中间两年多的时候,刘涛难道还是自由身吗? 请问陆北分局是怎么处理罪犯的? 还有,刘涛以要债为由,非法拘禁他人,把人打得额骨凹陷,粉碎性骨折,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逍遥法败,为什么当庭自愿认罪,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,两年零一个月? 请问唐山市陆北区人民法院审判长刘法官,这个酌情是怎么得来的? 另外,从裁定书上来看,刑拘在逃的陈继志开了个厂房,这个陈继志既然有名有姓有公司,还能在2018年向唐山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他是怎么做到同时刑拘在逃和提起诉讼的? 在逃犯人2018年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诉,陈继志与孙世勇、刘涛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,二审民事判决书上,唐山人民法院干得漂亮,让人不得不服。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陈继志的小伙伴侯成亮身上,大家自己看看这是不是黑社会团伙? 信源是2015年的刘青林、李某甲聚众斗殴一审刑事判决书。 看这几个名字熟悉部,侯成亮、高杰不正是在2015年12月,赖个非法囚禁案里面的犯罪嫌疑人吗? 拉一大片人去工地打架,这算不算是有组织的涉黑行为? 当时,侯成亮因为没有下车打架,所以免与刑事处罚。 但是,这哥们半年之后,就直接搞了个非法拘禁,可见烂仔就是烂仔,抓了又放,完全起不到成前毕后的作用。 目光回到陈继志身上,陈继志在落网之后,很快又释放出去了。 证据来自于裁判文书网,陈一林与陈某志不当得力纠纷,一审民事判决书,大家请欣赏。 好嘛,陈继志刚刚在2015年12月,因为非法拘禁被抓了进去,竟然能在2016年又开始坐飞机到处飞了。 他妈的他也是个牛人啊,我还以为至少得关个一年半载的,结果啥也没耽误。 这伙唐山打人暴徒,其他劣迹,大国小将已经懒得去裁判文书网上扒了,即便扒下了判决书截图,也懒得一字一字分析恶行背后的荒唐之处,当地供权力的荒唐之处了。 1980年代的全国打黑,就是从打击著名的唐山菜刀队开始的,如今,习主席再次推动的扫黑除恶,不仅应该长期执行下去,更应该让民众监督,扫黑除恶中,会不会因为某些保护伞的存在, 让部分黑恶势力漏网后,继续护害社会。 既然唐山打人案件,已经异地管辖,全国媒体机关和公众也全在关注,我们静等下一步的侦办和检控,探决就是了。 这些打人暴徒是逃不掉罪责的,那些曾经保护他们的陆北居公权利,以及失职独职的当地公权利,注定近期活在煎熬之中,这是活该的。